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还都是跟科技有关的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家科技行业的初创公司 这两年这两天可以说在整个投资界 是引发了一部分的热潮 那么最担心这一家科技AI公司 可能会造成的后果的不是别的群体 而是程序员 因为这一家企业号称是用他们自己开发的AI 不仅仅是完成了完整的比较复杂的程序的协作 而且还顺利通过了大科技企业的程序员面试 也就是说AI的程序员已经可以做程序员了 那程序员去做什么呀 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家初创公司直到两个月之前才正式成立 而且非常的年轻 大概整个团队有十个人左右 我们请导播放上有关的图片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彭博社 对于他们团队的介绍 这十个小伙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我们放眼看去似乎全部是亚洲人 仔细一看其中还有那么零星的几位不是亚洲人 几位并不是亚洲人 其中有一位长得比较颜色比较深的也是亚裔人 可能是亚裔人 但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中东的还是亚裔的 但是只有一个明显看上去是 我们叫做华裔 一个是非华裔人 很明显有一位 大家可以把照片仔细的看一看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到现在 这个公司的所在地也不明确 他们是在两个地方办公 在硅谷是有的时候租Airbnb 在纽约没有办公室 怎么办呢 纽约租金又这么高 干脆就把其中一个人的家的客厅 变成了临时的办公室 那么也可以看到他们办公室的样子 那么就是在纽约这样的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家庭公寓的这样的一个客厅 但是这一家公司的成绩可了不得 已经从彼得Tier的风投资金 还有其他知名投资者那里 是筹集到了2100万美元 现在他们压注于一个AI领域 非常火爆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路线 叫做什么呢 叫做认知型AI 那么现在呀他们开发了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比程序员还会编程序的AI程序员 就叫做德文 德文是一个就年轻小孩的名字 听上去还有一点书生气这样的一款名字 这呢更像是一款下一级别的 我们叫做程序员的程序员 或者叫做软件开发的助手 它可以自动独立完成整个的复杂的软件任务 那比如说你只要用英文给大家写出一个任务 你说我希望创建一个网站 显示所有悉尼的意大利餐厅的排行榜和推荐 然后呢这个就只要这一句话 只要五到十分钟 这个德文就会把这个整个的网站写好 软件自己会进行搜索找到这一些餐厅 获取他们的地址和联系信息 然后构建发布实时显示这一些信息的网站 更让人觉得这个这个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在工作的时候啊 你可以看到它执行的所有任务 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啊 这个写代码的时候会自己去找到 并且修复它在代码中的任务 这呢就是这一款啊 叫做AI机器中的认知型 AI不俗的地方 平时我们在使用AI进行我们的交互型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时候 经常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可能几个问题之后就会出错 那出错了之后 如果你任由它继续错下去 都会走向偏离啊 出现我们所谓的幻觉 或者是叫偏离路线这样的情况 因此到底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 AI怎样能够执行非常复杂的任务 比如说几千个任务几万个任务 而在中间过程中不需要出现啊 不需要人来手把手进行校对 这其实是AI领域一个前沿性的话题 而这样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 他们其实借用德文这一款机器人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或者说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A这个叫认知型 AI的创始人 他们是谁呢 我们一听名字 有一个特点 似乎全部是华裔的年轻人 其中的首席执行官啊 叫做Scott Wu 我们看姓吴 然后呢首席技术官叫做Steven How 姓How 首席的产品官叫做Walden Yan 叫做Yan 这个姓Yan 都是华裔 那么他们是什么背景呢 姓How的这一位啊 首席的我们叫做啊 这个技术官啊 CTO 他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价值高昂的科技AI型创业公司 Scale AI的最顶尖的当家工程师 而第三位我们提出的这个首席产品官啊 CPO姓Yan 他其实啊 最近呢是悄悄的从哈佛大学 辍学或者不辍学 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啊 可能是停学了一段时间啊 这个报道里面他有一段是特别的旁白啊 就是说啊就给他父母讲的 对他特别啊 就是你们家里有一颗孩子 对他特别啊跟彭博社的记者说 说你在这个报道的时候啊 请把我在学校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到底是就读啊休学还是已经退学了 你保持模糊 因为这个问题啊 我还没有跟我的父母谈过 彭博社的记者啊 是写了一个括号 说呀 说啊这个闫夫人 还有呢 这个闫先生啊 记着啊 你们是养育了一个杰出青年啊 而且嗯 这个从哈佛辍学这个事啊 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行得通的啊 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啊 那么这一位啊 这个我们说三个人啊 一个姓严 一个姓这个啊 这个好 还有一个姓吴 实际上呢 姓吴的这一位和姓严的这一位呢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对 他们呢 所以他们的爸爸姓吴 他们的妈妈姓 对 那么姓吴的这一位啊 是年纪最大的 27岁 已经高龄27岁了 那么呢 这两个兄弟啊 就是编程高手 他们从十几岁开始啊 就开始参加国际上各种各样的编程比赛啊 据说呀 最近几年正是由于吴氏兄弟 或者叫做吴氏兄弟啊 还有一个姓严的啊 这样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他们的参与呢 让美国国家编程队啊 是成绩大涨啊 在对抗中国和东欧的竞争对手中啊 现在是拔得了头筹啊 全部以赖这两位华裔少年 那么这个这个编程竞赛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 我们也简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讲 基本上就是说 你要在一定的时间限制之内 非常准确的解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编程的难题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你往往会被要求以比较新颖的方式 来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题目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团队啊 在顶级的国际比赛中他们自己是总共获得了十块金牌 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也给他们的初创公司在AI战争中啊带来的优势 因为我们知道啊 教AI成为程序员实际上是一个算法问题 你需要系统做出决策 预见未来几步啊 应该选择走哪一些路线 他说啊 这是像过去我们参加编程比赛一样 在大脑中我们随时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结果啊 过去他们的年轻的编程竞赛这样的一个历程 反而成为他们现在开发产品的重要的一个突破 那么这个认知AI啊 其实最关键的是在计算机推理能力方面所取得的突破 在AI的这个语言中啊 什么叫做推理啊 就是系统可以超越一般而言 我们说语言模型 预测句子中的下一个单词 或者是代码中的下一个片段 它呢 直接可以提前去不像我们下围棋一样 你不但要考虑到下一步哪个是最合适的 还要预先想到下一步的下一步的是什么 下一步的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 朝着你这个终极目标来进行有关的推理 这可以说啊 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许许多多的出创公司都在朝这一方面 进行 但是目前来看最惊人的完善 或者说最大的飞跃 就是这一款认知性AI中的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机器人 如果是用比较拟人化的语言 这一款机器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在执行长时间任务的时候 可以保持连贯和专注而不出错 在执行数千个任务的时候 可以不偏离轨道 那么记者呢也是对于这样的一款软件进行测试 五到十分钟可以成功的构建一个完整的网件 五到十分十分钟可以完整的构建一个网络游戏啊 那么呢 所有的这一些任务目前来看这一款机器人都完成的非常的好 那么呢啊这个专业的计算机科学家也在彭博社记者的要求下 对于这一项技术进行评估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说 这一项技术的确是一个飞跃 这真的是一个自主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可以进行完整项目的开发 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 并且展示复杂的数据 大多数现在市面上的所谓的推理型的机器人 基本是也是在四到五个步骤之后就没有办法控制出错率 但是啊这个德文可以在几百到几千个啊 这样的一个连续任务中保持一致性 那么现在有关于他们的技术基础到底是什么 还是一个商业秘密 但是啊啊 据这个创始人透露啊 其实呢对于算法模型和方法方面呢 他们都有这样的相关的创新具体是什么样 我们呢现在还不知道啊 这呢可能共同的类似于叫做超级软件工程师 消息一出啊 不但是在投资界啊 这个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程序员呢 现在也是非常的啊紧张 如果真的是AI本身就可以找到几十万年新的程序员的工作 那么我直接用AI就可以了 这些大公司为什么还要花几十年啊 几十万年新的成本来聘用这一些工程师呢 现在啊啊更多的这个AI系统带的带来的商业问题 就是是不是赢家通知 有这样一家公司创建了这样的一个编码系统 是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就完全没有用了 一旦OpenAI在比如说在Solar这样的一个视频制作上一军突起 现在市面上的这一些视频制作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是不是很快就会面临投资者撤资或者是彻底啊 断绝裁员这样的一个情况 人类这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头脑 如果很快就可以被比他们更优秀和更聪明的机器人取代 那么整个人类价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这样引起了我们很多哲学性的思考 当然今天呢我们不谈这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样一支年轻的华裔团队 现在在AI技术上是走到了最前沿 何明先生你觉得这是巧合还是的确与我们叫做华裔文化 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华裔的创新精神 其实呢经常被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误解有关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长期以来或者是很长期以来 因为工业化是来自于西方 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的中国人来讲有强烈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老是要不断被证明 谁是谁得了若被奖 谁是谁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怎么怎么样 总是以国际的这样一种得奖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是不是有没有这样一个智力 有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说中国的这种农业化很长时间不能工业化 就是这个文化有问题 或者是这个基因有问题 其实啊现在已经不需要证明 无论是科学界还是说各个领域 中国人的这种能量 已经到了一个不需要任何的一个得奖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或者是什么样的行动来证明它成功 各个领域里面都已经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而且中国人不但不需要证明 而且会在未来的几十年的科技的竞争中间 中国将会占有上风 虽然美国在研究的领域机构或者是公司里面仍然占有领先的地位 这是美国的一个非常规划化的或者是很有经验很有效力的这样一个创新环境所造成的 但是真正的人才还是华裔最为优先 因为我是在美国生活了三四十年 三十多年 我对华人的教育的这样一种疯狂的程度 我是真的是非常能够直接的感受 这样一种勤奋 这样一种努力 不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 或者各个领域里面占上风 无论是商界 文学艺术界 这个几乎所有的领域 除了跑步啊 可能 或者是打球 或者是踢球 其实踢球也不差 对吧 不是踢球 籃球也不差 那么 这个是我觉得中国就开始要让自己的心态开始平复起来了 开始变得就是说 比较平常的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 昨天我是一早还是前天 我在六都聊天区还是思想圈局报俱乐部 我就说了下一个人工智能呢 将会有一个新的来临 我当时候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司的出现 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 李奇博士就把彭博通信社的这篇稿子讲了一下 我大吃一惊 那么 这样的一种吃惊呢 我认为 技术在未来还会发生 因为呢 人工智能的open AIR的这种出现呢 它这种思路的爆发性呢 它有一个启发 这个启发的重要意义就在于 最开始 李奇博士像我们华尔街电视 可以说所有的华文媒体 我估计没有比李奇博士更早的 推出了那个时候 我们开始是一种嘲笑的一种口气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正是因为这个产品的可以被嘲笑性 才是这一波人工智能的真正的哲学基础 也就是说 它并不需要像乔布斯那样一种完美精致的艺术品 它只要在某些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它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奇迹出来 这是最近一年以来 两年以来 一年多以来 这个人工领域爆炸性成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这就给了一些年轻人 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 一种可能性 这个里面有很多人会失败 这个里面很多人会变成泡沫 但是这个里面有的有可能就会站起来 好 谢谢何明先生的介绍 我还经常听说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之所以这些华裔的孩子能够成功 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那还是因为他们在美国长大的 如果是在中国长大的 搞不好 现在就是这个竞赛得奖了 上了个清华北大 可能就当公务员了 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刚才我们何明先生谈到了 就是华裔文化中的这一种情分 这一种发展 但实际上 中国本土的这一些人才 我们说和美国没有关系的这一些人才 其实可能也不是我们想的这一种 单单读书高考 在中国就必定被埋没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整个中国和美国的人才竞争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最近我们特别关注的智库 马可波罗智库 专门有一个他们叫做 全球AI追踪器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么他们会定期更新一个数据 最新更新的这个数据 是比较了2019年和2022年 世界AI人才培养 以及工作的一些最新的数据变化 那看了之后啊 我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讶 因为实际上整个AI人才的格局 就在过去的短短三年 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么这一组数据 到底展示了怎样的内容呢 下期思想先据报我们再会